欢迎从大战线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斯敏 我今天网络直播版本时间邀请到的是林颖佑老师 大家好 好 林颖佑老师来今天帮我们上一下 军事还有国际战略的一些课程 不要说课程啦 聊天啦 讲课程太沉重 讲课程太沉重了 对 我们是聊天 好 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 聊一下这个美国现在最重要 他们在战机上面的一些布局状况 F22隐形战机呢 现在被置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器 为什么这样讲 他们有说呢在采购官员 这是来自于美国采购官员 他说呢在现在呀 世界多地都在发生各种的战情啊 还有战争下 美国如果要优先选一个开发案来做升级的话 会选哪一项武器 结果答案就是如果要因应短期爆发战争 第一个会选择的是F22的隐形战机 要来做升级 这么多种的武器 包括海上 陆上 空中等等 但他偏偏选择空中的这个 而且就是F22隐形战机 我想要来解密说这个战机到底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那现在呢也不是说F22上来就可以制霸全球 那他还是可能有一些反制吗 我们现在来看到是中国大陆 他这个空军的研究人员说已经开发出这个 这一款是更能够侦测到F22因为它是隐形战机吗 还有其他隐形战机的一种新的雷达技术 而且他说呢这个雷达技术的特征飙升了6万倍的一种雷达特性 就可以让隐形战机现行吗 这个有这么厉害吗 真的能够来做反制吗 今天我们也会来请英勇老师 帮我们看他能发挥多大的一个贺族的作用 我们现在看到各地都在发生战争 乙一在战争 乌二在战争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时间点 英国首相他最近宣布了要增加国防预算 并且呢他宣布现在英国正式进入叫什么 战时体制 战争的战 战时体制 他说英国接下来会投入750英镑 换算就是3兆元新台币用在国防支出 那占GDP的战比超过2% 到2030年这个GDP的战比大概达到2.5%左右 看得出来英国已经看到现在战争对于全球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了 我们也知道我们昨天在政聘也讨论 现在连波兰也说要来涉及到战术核武 是说要配合北约如果使用核武的话 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波兰里面来放战术核武 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国家情势在改变 二战之后 这个整个欧洲国家原本已经转向走人文了 他们已经没有那么重视军事 当时的军事强国也都慢慢的萎靡下来了 可是现在有非常重大的改变 欧洲突然间开始积极的备战 到底我们也想问一个问题 他们是位居俄罗斯吗 还是垫直中国担心中国的崛起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垫直俄罗斯 但是背后是不是还有垫直中国大陆等等 等一下请尹佑老师一起来做解答 先来看F22战机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变成是一个升级的最大重点 OK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 F22战机其实是现在美国空军 对他来说 他的这个新一代战斗机里面最这个 最性能最好 或者是他科技 最高科技的战斗机 很多人一定会问啊 不是F35吗 等等的 但我们要先注意到就是 我们要看的是立即可用已经成军 讲难听一点有战功 我知道讲战功大家一定会说 F22到底打下了什么 打下一个气球 好大家很多人会说 你是在跟我称笑是不是 可是就当然不是因为他打下气球 才要做升级啦 是说他的可信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就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我现在今天我们可能再要去想的 就是说美国空军的高层要把怎么样最优先 注意的是立即发生 今天要看要讲的是不是未来 今天讲的不是什么未来的将来还怎样 感觉好像在什么男生给女生承诺 什么未来的将来怎么样 这些东西 是马上现在right now 如果接下来马上有一个危机要出现的话 那我要先升级我的什么武器 一定是我现在手楼上飞行员最熟悉的 因为F35到现在还一直有一些什么改版啦 什么小问题啦 什么飞机的什么飞行员好像出现了一些状况啦 那我相对来说是不是先找一个 可能飞行事故比较没有那么多 那目前也有一批飞行员已经会飞 已经有现在使用的立即上手的武器 这种就是我们俗称的安全牌 先去把它做个升级 所以这个会社会为什么美国空军会 优先使用F22的一个我个人会认为的原因 那一定也有人讲啊为什么不用F16 F15 不是非常多吗 我随便抓一批来升级就好了吗 我们要去想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里面 有一期特别讲 美国的F16都已经要把它改造成什么 无人机了 当它都要改成无人机了 我还干嘛要把它升级成新的有人战斗机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 会不会反而是F16这些 这一些我们俗称的一个 美国来看可能三代半四代这一种 这种上个世纪的战斗机 大概1960 70年代那一批战斗机 把它变成无人机 那反而是F22变成我这一代 还有可能有升级空间的 下一代还会继续使用的有人机 那等待之后的F35 这可能是接下来美国空军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整体规划 老师认为说这个F22引擎战机 对于滞空领域具有哪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啊 主要来看的话我们讲要去滞空还是会去回归到战斗机的性能 以及它逆踪的一个功能 那除了逆踪之外可能其他的一些 在我们讲的发动机啦 还有其实F22 它基本上它还是能够去跟美国现行的一个空中防御的整体 系统来去做一个连线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去考虑说F22去做升级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极战力的一个武器 甚至是它的一个极战力的话 是不是它在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有保留了一些升级空间 所以它现在在升级上面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风险或失败的可能 这些其实都是为什么美国会选择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那刚刚也讲到说这个中国 它有现在研究说要来做这个雷达技术大升级 说可以侦测到让这个本来的隐形战机 突然间现行可以抓到它 这个可能会发挥多大的含止作用 我们先说其实在技术面上面 有没有可能要去如何增货F22 绝对是有可能的 技术上面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一个战场环境上面 比如说在不同的空域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气候 不同的方向 这一些其实都会是去考虑的一个项目 就是今天我可能在实验室里面 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在一个没有其他外面杂质干扰的状况底下 那又去侦测 这是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可能 时期比较重 这个地方的方向 或是这边比较有云 或者是今天F22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间 它的速度是会变化或等等的 这一些其实都会去造成 有可能在侦测上面 会不会那么的一个准确 那甚至是我们在讲的是说 好它侦测是可能的 但是要如何反制 不是说我抓到看到就可以去做一个打击啦 我如果看到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对它做一个反制 那也是没有用 所以其实今天我必须说 道高一词磨高一丈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毛与顿之间的对决 你的科技有这样的技术 但是我美国也会有电子战 我也会有反征收 甚至是我如果能知道 你这个雷达可以抓到我 那我之前就先攻击你这个雷达 你这个雷达这边如果毁灭掉 或者是摧毁掉 那我是不是其他就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其实有时今天在技术上面 我相信都可以去突破 但是这个技术能不能变成战术 能不能具体落实在战场上面 这个中间又有很多的一些考量要去思考 好看完军 我们来看看这个国际的战略布局 现在我包括了英国 也说进入了战争的战 战时体制 然后说投入750亿英镑要在国防支出 刚刚讲的波兰也要做核武 可能投入在核武当中 老师如何看 为什么现在整体欧洲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是他们是位居俄罗斯还是建址 这不要说第一题第二题 我感觉我好久没有当学生了 这样又要再接受 诗敏的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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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敏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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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好好回答 这一题占60分 是是是是 我先写了班级姓名学号 这个问题其实说实在我5月底 我刚好真的要去欧洲一趟 那我是不是等这一个 我不能怕先立起 这一题等我回来再回答 这个未完成的答卷 上一次好像 你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再有另外一次再讲 我们先预录 预先保留跟各位观众讲 两个版本 到时候实际 实际回来之后 跟我这一次讲有什么差别 那老实说啦 最近这一次为什么 不是说我这是去干嘛 抱抱歉 我差点变成我行程预告了 这个主要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 为什么现在欧洲国家 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 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说实在 在过去北约的防卫体系里面 他们当时认为的前线是在德国 那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东 不是不是东西 还有一个国家叫东德 东西德嘛 那时候的欧洲 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分成一个是NEC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另外一边叫华沙公约组织 所以那时候的前线 美国跟欧洲国家认为的前线 他们组的这些要塞啊 美军前进基地啊 这都是在西德欸 所以其实美国当时在 呃 欧洲最大的基地就在法兰克福 嗯 那但是时过境迁 冷战结束了 当时很多的一些 呃 华沙公约组织就没了嘛 苏联也解体了呀 那我这一些会变成当时很多北约国家 甚至会觉得我我干嘛养军队啊 我这些军事武器啦 这些兵工厂啊等等啊 很多的这些投资 或者是这一些军武上面的一些资源 全部都拿去做民生或是一些科技的一些呃更新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这些冰工厂就会开始发现可能就紧缩规模啦 或者是他的工业就会走向比较是在这个民生经济为主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 他们发现战场没有发生在西德 没有发生在西欧 反而发生在乌克兰 反而今天乌克兰的这场战争最首当屈指被这个威胁的就是波兰啊 所以波兰对他来讲的话就会有一种存亡此寒的感觉 如果今天的一个俄乌的一个前线的战事发展的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话 那接下来被打的会不会就是我了 所以波兰会要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他会去重新的去让他再武装 或者是对于不管是美国也好 或者是跟其他国家这个武器上面的一些或战略上面的一个精进 这一点是这个波兰会去注意的 那其实像英国或其他国家也会同时去注意 因为以前对于当时在冷战时候的话 那时候北约的战略是如果当苏联全力进攻的话 他要去做的是防守 防守之后呢从英国发动反攻回来 那当时如果大家有点印象有一款经典游戏 红色警戒当年的背景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的这个如果你是当苏联军的话 最后一关就是要进攻英国 因为盟军的总部就在英国 可是现在我们反归赶回来推的话 现在就是反而今天的北约是进攻方 他的前线不能再放在西欧 而是要往前挺进到乌克兰 往前挺进到波兰 所以为什么现在对英国来讲对法国来说 他的一个国防预算要增加 他的暂时的这个工业体系要重新再再动员 变成有一点会要去恢复到过去在大概在冷战时期的状况 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过去这些欧洲国家来讲 他们和平太久了 那你现在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的再动员 甚至是其实就一些我最近碰到一些朋友嘛 他们就说其实有没有兴趣啊 林老师有没有这个资金啊 我们这个东欧罗马尼亚一些兵工厂想要重新再动工 因为以前他们是做152是俄罗斯那个体系 苏联体系的炮弹 可是现在美国要援助乌克兰可能是155 这口径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会需要一笔费用 一笔资金来做一个启动的费用 找你吗 我不知道明明有没有兴趣 我这次去是学术研讨会 我不是去做投资案 因为我看起来像很有钱吗 这感觉好像说林董要不要来一下 我叫林老师不要叫我林董 OK 这边当然真的假的 这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去看到 很多这一些重新的工厂要重新再再动工 他会需要一些资金 或是他会需要一个在体制上面的改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去看到 英国首相他会去宣布说要增加国防预算 甚至会去宣布要进入到暂时体制 最大的原因就是英国要去防止 接下来有可能俄罗斯对他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冰工厂越来越多 在欧洲整个开始扩建起来 这种现象很快 应该说现在就可以预见了吗 这一些绝对是可以去预见的 甚至我会认为 如果大家我们不用自己投资 我们关注相关的基金 或相关的有没有一些投资银行这些 可能也是接下来我们在投资上面 可以去关注的方向 好那老师认为欧洲现在积极备战 是位居俄罗斯还是要剑指中国大陆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讲 中国或者是亚太印太的战场 离他们毕竟是有一段距离 反而其实现在对他们来讲 首先要去顶住俄罗斯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去看到这些欧洲国家 什么英国或者是什么 甚至欧洲的船舰都会开到台海这一带来 都会感觉他们很积极希望能够在印太这边 有扮演一些角色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美国这一块 因为美国会希望你欧洲 我也不奢望真的亚太开打的话 你们能来做什么 但是你平常来这一边什么自由航行 或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协助 或是一些合约一些同盟上面 不管是这个阿克斯啦 还怎么样等等 这些潜见跟日本 你只要维持一定的声量 这一些就可以做到牵制中国 甚至是有没有可能去牵制住俄罗斯 在印太在太平洋这边的力量 因为如果今天俄罗斯 分兵一些在太平洋的话 那是不是他对欧洲的压力就减少一点 甚至是也可以去让美国 可以去更加的去支援NATO 这个地方在欧洲的防卫 那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去看到 整体大国在地缘战略上面的一个玻璃 好非常谢谢林颖悠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 今天老师也会加入我们在正片的部分 请大家一起来准时观看 今天全部内容其实也非常丰富 我们有聊产业华为等等 然后也有聊这个乌尔战争的最前线状况 欢迎九点一起来收看我们的正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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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